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厨猫的厨房 今天我们做一款比较简单 营养全面而热量又很低的鸡胸肉咖喱 为了方便和节约成本 我们可以使用直接购买的咖喱粉 但是这样的咖喱粉一般来说香味不是特别的浓 我们可以配置自己的咖喱粉 特别是现磨的香料会特别的香 咖喱粉没有固定的配方 每个地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香料 配出属于自己的咖喱粉 使用不同的香料 咖喱的颜色也会随之变化 如果我们希望咖喱比较的偏黄 就使用更多的姜黄粉 如果希望咖喱更红 就使用更多的甜椒粉 为了体现这道菜的健康和营养 我们将不使用面粉作为蒸愁剂 而是使用亚麻子粉 亚麻子粉可以现磨这样比较香 也可以直接购买磨好的粉 鸡胸肉所需要的烹调时间短于咖喱中的其他蔬菜 我们就先准备蔬菜 蔬菜的选择比较自由 不过建议选择甜度比较高 香味比较浓的蔬菜 比如洋葱 胡萝卜等 洋葱和八角一起炒 听上去也许很奇怪 但是它们的化学反应可以产生一种类似于烤肉的香味 这道菜很方便 可以边炒着菜边切着下一样菜 只要经常翻一翻锅中的菜 保证没有糊就可以了 一个甜椒中的维生素C 远远超过一个人一天所需的量 维C受热一分解 大厨帽直接把这个边角料生吃了 就可以保证今天的维生素C了 大蒜和姜要切得比较碎 所以我们最后放 这样可以防止炒的时间太长炒焦了 加入液体前 我们将咖喱粉和亚麻子粉放入炒香 这时候要注意不停地翻炒 防止它们粘在底部烧焦 人的五种基本味觉 酸甜苦咸鲜中 鲜味在这道菜里面是比较难得到的 因为我们使用了味道比较淡的鸡胸肉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含有大量鲜味物质的食材 比如海带番茄和酱油 番茄不仅能够增加鲜味 同时它含有大量的果胶 可以让我们的咖喱更浓稠 考虑到营养全面 我们用牛奶代替了一部分的水 在补钙的同时 牛奶中的乳糖也能够给我们的咖喱 可以增加淡淡的甜味 蔬菜煮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鸡肉了 不过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香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两面煎上色 这里的火力要大 时间要短 因为我们之后鸡肉还要放在咖喱里面煮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把鸡肉给弄熟了 之后就会煮得非常的硬 将上色好的鸡肉均匀地拌到咖喱里 盖上盖子煮熟后就可以出锅了 鸡肉煮好后 我们可以在上面撒一点香菜 或者是葱拌匀 加一点盐 胡椒 或者是醋来调味 查阅资料进行估算 我在这里贴出了这道菜的营养构成 如果你比较习惯于美国的方式 这里也贴出来了 这道简单健康而美味的咖喱鸡就做好了 因为加了很多番茄和亚麻籽 它的汤汁非常的浓稠 咖喱可以搭配米饭面饼等各种主食 不过大厨猫更喜欢直接吃 这样一大盘咖喱鸡足够喂饱一个三口之家 两个健身人士 或者是一个非常饥饿的大厨猫 今天的大厨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